今天晚上和这个周末能够跟大家在一起真是太好了 保罗华使呢说服我要来到这里 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我要从我的家乡那里的教会弟兄姊妹带他们向弟兄姊妹问安 你也许会很高兴知道在我们教会里头有二十多个中国的基督徒 三个礼拜前 我们开始礼拜天下午有一个普通话的敬拜 是我们学校里的一个神学生在带领 在英文的敬拜上呢 那个神学生也会把我的信息翻译成英文 让他们戴耳机能够听 所以我们很兴奋我们教会里这一群在增长的中国的这一群弟兄姊妹 我也要从我是院长的这个神学院也把他们的问候带给大家 我们称之为清教徒改革宗神学院 我们大概140个学生从世界二十多个国家来学习 我们培训他们过了几年之后 我们就采遣他们回到各自的国家去传福音 他们成了神学教授或成为牧师在自己国家牧养 我们学校里也有四五个中国的学生 所以这个周末我很感恩能够跟大家在一起 第一篇信息就是圣经里的第一个应许 这是主题 这个应许当亚当夏娃还在乐园里的时候 你就可以找到了 但是他们很不幸地跌倒了 所以你跟我翻圣经到创世纪第三章 我们或者一起来读一到十五节 有没有圣经 一到十五节 耶和华所造的 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蛇对女人说 神岂是真说 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女人对蛇说 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唯独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 神曾说 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 免得你们死 蛇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 好做食物 也悦人的眼目 且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 又给她丈夫 她丈夫也吃了 他们二人眼睛就明亮了 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 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 为自己编做裙子 天起了凉风 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 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 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 躲避耶和华神的面 耶和华神呼唤那人 对他说 你在哪里 他说 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 我就害怕 因为我赤身露体 我便藏了 耶和华说 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 莫非你吃了 我吩咐你不可吃的 那棵树上的果子吗 那人说 你所赐给我的 与我同居的女人 她把那树上果子给我 我就吃了 耶和华神对女人说 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女人说 那蛇引诱我 我就吃了 耶和华神对蛇说 你既做了这事 就必受咒诅 比一切的深处 也受更甚 你必用肚子行走 终生吃土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 彼此为仇 你的后仪和女人的后仪 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仪 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她的脚跟 我们一起祷告 天上伟大的神 我们此时此刻向你敬拜 求你赐下你圣灵的亮光 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里的第一个应许 在应许中包含了福音 主啊 愿我们珍惜这福音 爱这福音 更活出这福音 好叫这福音 求我们的生命 而且让我们能够为此 能够献身 祝你现在祝福我们的讲道与翻译 愿你在这周末 你的国度 能够借这些信息降临在我们当中 也祝福你的这些朋友们 也借着这些电子设备 网络听见的人 你也祝福他们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今天晚上我们要焦点集中在一节经文 就是十五节 我们再读一遍 我们再一起读一遍 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仪和女人的后仪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仪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她的脚跟 我们要看看三个思想 第一是上帝所宣告的敌意 神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第二我们要看到撒旦所挑起的争端或是争战 撒旦要伤你的脚跟 第三 我们要总结的是要看到基督里的得胜 就是基督要伤撒旦的头 首先是神所宣告的敌意或是仇恨 从一个角度 创世纪第三章也许是整本圣经里头最重要的其中一段篇章 我愿意称之为黑色的 红色的 黑色的 和白色的篇章 首先是一个黑色的篇章 因为讲到我们在亚当里深深的堕落 黑色 亚当代表 起初代表我们在他的顺服里头 我们起初是顺服神的 他跟神建立了一个约的关系 这是罗马书第五章 保罗告诉我们的 我们都在亚当里 包括在他里面 所以神跟亚当立约 如果亚当顺服了 如果亚当不吃神所禁止的果子 如果他反而摘了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吃的话 他继续顺服下去的话 那亚当就会站立得住 就不至于堕落 跌倒了 最终他就会赢得那个永生 但你知道事实怎么样 亚当犯罪了 我们在亚当里一起堕落 我们也触犯了神的约 我们把神的律法践踏在脚底下 我们挑战了神的属性 我们用无知取代了智慧知识 我们用不义取代了公义 败坏取代了圣洁 我们就悲惨地跌倒了 我们就全然地败坏了 那我们就这样进入这个世界 我们天生就带着罪性 我们在罪孽离生的 我们把整个所造之物都玷污了 创世纪第三章解释了这一切 这是一个非常可悲黑暗的篇章 黑色的 但更可悲的是今天很多人 竟然不知道这件事 他们对自己的盲目是盲目的 他们是撒旦的奴隶 他们以为自己挺不错的 他们最大的悲剧是 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处的悲悲剧 他们就像在监狱的犯人 从那个栏杆里头看出去 我以为外头多么美好啊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自己正在监狱里面 我们天生都被自己的骄傲 自己的自私所捆绑 我们在监狱里头 我们这个可怜的罪孽 我们被捆绑 神的救恩改变了这一切 当圣灵进到我们生命里 他就显明了我们的罪恶 我们就看到我们实在是罪孽深重 我们就跟保罗一起说了 我知道在我里面 就在我肉体中毫无良善 因为我想要行的善 我行不出来 我不想做的恶 我反倒去做 我是何等可怜的人啊 我是一个堕落的罪人 我在亚当里堕落了 我心里头 我里头有一个黑的心啊 因为这第三章黑暗的篇章 但可喜的是 创世纪第三章还讲到另外一件事 创世纪第三章也可以称之为圣经里头的红色的篇章 是因为是有血的篇章 直到目前为止 在乐园里头还没有流过血 但是在这第一个福音的应许里 神应许了他会猜浅他的儿子 要把蛇的头给踩了 箭塌了 而蛇会咬基督的脚跟 在这场争战中 这两者都要受伤流血 但是神的儿子要舍命流血 藏青赎嫁 好叫罪人在他里头可以得救 这令人惊讶不是吗 你看在这个第三章的最后面 二十一节 在二十节 亚当信了神的福音的应许之后 因为二十节他说 亚当给他的妻子 其名叫做夏娃 夏娃就是众生之母 所有的活着的人的母亲 换言之亚当相信了 这福音的应许 然后神就杀了一只畜生来献祭 然后就为亚当夏娃用皮子做了衣服给他们穿 二十一节说 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上 神流了血了 这个是一个表征 就是当他会自己来到世上做弥赛亚 在时候满足的时候 他要做弥赛亚来拯救世人 他会在加略山流血 一次成就救赎 所以这第三章也是一个白色的篇章 是一个充满盼望的白色篇章 因为这福音的应许 所以是充满盼望 因为流了血了 所以充满盼望 流血可以 罪人可以得救 所以充满盼望 这是神教人的惊讶 这第一个福音的应许 是从你看看 在原文 原文是仇恨 仇恨开始 原文是这么说 仇恨我要放在你和女人中间 仇恨 你知道在希伯来的这个原文里头 如果这个字很重要的话 他会放在这整个句子的最前面 所以我们知道仇恨这个词是很重要 为什么神要用仇恨来开头呢 来起这个句子呢 难道堕落的时候 仇恨已经是个问题了吗 撒旦对神 对夏娃 亚当都有仇恨啊 然后亚当夏娃 这个夫妻之间也有仇恨啊 也有敌意啊 为什么神会把乐愿 带更多会带更多的敌意 更多的仇恨进到乐园里呢 你知道仇恨 这个敌意本身不是问题 亚当跟夏娃 应该对罪恶充满敌意 仇恨 也充满敌意 对撒旦 这个试探他的撒旦充满敌意 当他们想到要吃这个禁锅的时候 就应该充满了仇恨和地 岂有此理 他们的问题是一个错误的仇恨 他们把仇恨的焦点放在神身上 而没有放在撒旦身上 这是他们的问题 所以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神所做的就是 所以神就介入了亚当跟夏娃 和撒旦开始建立的关系 神就介入进来 神说我要把你的仇恨 另外转移方向 要你现在不会爱撒旦 而是恨无撒旦 或恨无罪恶 他说仇恨 我会放在这两个后衣当中 就是女人的后衣 跟撒旦的后衣当中 我要把仇恨介入其中 在希伯来文 你看到那女人的后衣 这个后衣是个单数词 指向一位 那将要来的那一位 就是尼撒亚基督 就是主耶稣基督 神说我必要做这件事 我要把这个仇恨放在你中间 亚当夏娃我不是叫你来做 不 其实神根本没有直接向亚当夏娃说话 没有 他乃是在向蛇 就撒旦说话 他说神说我会把这个仇敌意 从我这里来的敌意放在女人的后衣 跟你的后衣当中介入其中 我要主动的做这件事 我要做亚当跟夏娃不能做的事 因为亚当夏娃你现在犯了罪了 我要重生你 我要赐给你个新生命 我要把你从里面彻底的改变过来 我会叫你恨恶你从前所爱的 也会爱从前所恨的 我相信你也能够明白 神为你所做的同样的这一件事 所以现在你爱神了 现在你对罪恶有敌意 有仇恨了 从前 从前你爱罪恶 你是与神为敌的 当我们跟罪恶为敌的时候 当我们爱圣经里的这位神的时候 我们爱那女人的后衣 就是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就会遇到争战 争扎了 我们会跟撒旦打起来 我们会跟自己的肉体敌对 我们会跟整个世界 整个社会都有敌意了 有仇恨了 这就是我们这段经文所讲的 女人的后衣跟蛇的后衣会争战 会打仗 有敌意 有仇恨 你知道神从来没有应许神的百姓 就一凡风顺舒舒服服的 没有 当然他应许要给我们一个祝福的人生 但是这是一场争战的人生 要跟罪恶打仗 撒旦是有能力的 他要毁掉耶稣基督的教会 他要摇我们的脚跟直到我们绊倒 撒旦很有能力 因为他是一个堕落的天使 所以有史以来 撒旦一直在挑战 挑战 在挑起争战 想想亚伯和盖尹 以什玛利跟以撒 以撒和亚克 埃及和以色列 撒旦的目标都是一个 没有改变 他要把神的选民给除除干净 因为他在与神为敌 所以他要毁掉神的教会 如果你是信徒 他也要毁掉你 西门西门 撒旦要得着你 要塞你如同塞麦子一样 当时候满足这场争战 到达他的顶峰 就是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呢 当耶稣受了喜 进入他的公开的服事的时候 撒旦立刻把他带到旷野四十天 要试探他 他说在我面前下拜啊 他要这世界的国度 但是主耶稣 经得住考验 他就把撒旦赶走 特别到了耶稣的人生的终点 撒旦又来了 在克西玛尼园里 所有硬间的权柄都来攻击基督 直到耶稣趴在地上 就像一只虫一样 不像人了 他祷告 哦父啊 如果可能的话 让这个杯撤去吧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再次他打败了撒旦 再次他打败了撒旦 然后又到了各个他 我的神啊 我的神 你为什么离弃我 从基督的口中说出这些话的 难以置信的那个痛苦 这是从撒旦而来的 然而撒旦 撒旦倒了耶稣没有失败 他经得住每一个考验 他都过关了 他从死里复活了 如今他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 得着荣耀 得着冠冕 他比撒旦更有能力 撒旦是一个堕落的天使而已 耶稣基督是坐在宝座上的万王之王 撒旦咬了基督的脚跟 但是基督践踏了撒旦的头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耶稣复活之后 撒旦就放弃了 就认输了 没有 在教会历史当中 他不断地要挑战 要向那女人的后裔挑战 在使徒行传一开始 教会就受逼迫了 然后初期的教会 古代的教会 又遇到了很多的逼迫患难 你想想在宗教改革的时候 多少的圣徒为此殉道 今天世界各地的基督教教会 比从前受的逼迫更加的严峻 撒旦知道他已经输了 但是出于他的仇恨 他的敌意 他要尽其所能 要伤害神的教会 撒旦似乎从来没有学到这个功课 就是他越伤害教会 神就越使教会增长 这个争战啊 这个敌意 在世界上 在教会历史上 不断地展现出来这场争战 不仅在世界 也在我们心里头 不断地展现出来 清教徒约翰班养称之为圣战 神圣的征战 你肯定知道在你自己良心里的这场征战 就像利百家肚子里头 双胞胎 就是雅各和以扫在里头 她感觉到这两个后衣的挣扎 她说为什么我里头会这样子啊 照样今天一个圣徒可以感觉到 在他里头有两个后衣 这里有一个新的本性 就是爱神的本性 愿意服侍他 老旧人啊 想要远离神 这里头的征战 所带来的这一切 这是一场圣战 然后撒旦来 他讽刺挖掘我们 你怎么可能信主还有这样的思想呢 他就像一个在左边的一个控告者一样 他在右边 他就像一个光明的天使临到我们当中 要不就是把我们带到绝望中 要不就在左边 把我们带到放纵当中 然后他要我们跟肉体的情欲 跟世界再一次联合起来 这是一场何等严峻的圣战 当我们跑这条永生之路的时候 撒旦跟着我们的脚跟 紧紧地在那里咬 想尽办法要我们跌倒 但靠着基督的恩典 我们继续忍耐坚持到地 我们仰望基督奔跑这条灵城 我们放下这一切的重担和容易 残累我们的罪 我们害怕我们真的会跌倒 我们真害怕撒旦真的会赢 但撒旦永远不能得胜 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 如今他坐在父神的右边 他应许要保守他的圣徒的脚步 好叫他们永不灭亡 所以你我的保障 不是在乎我们能够做什么 乃在乎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 在乎他那荣耀的应识 他已经践踏了蛇的头 好 让我给你三个途径 为什么这个得胜在基督里是保证的一定的 第一 因为在基督的救赎的死里头 他已经践踏了撒旦的头 在西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 有一节美好的经文 后半句啊 特要借着死败坏那张死权的就是魔鬼 所以当基督死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 当撒旦正在咬基督脚跟的那一刻 基督正在伤撒旦的头 践踏他的脑袋 所以当撒旦正以为他要得胜的那一刻 他输了就在那一刻输掉 约翰·加尔文说了一件非常美好的话 关乎这件事 他说 不管撒旦要向神的百姓做什么事 神总是把他调转过来 反转过来 让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益处 所以凡事包括撒旦的试探 都会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但第二 基督借着他的复活 那荣耀得胜的复活 打败了撒旦 撒旦尽其所能 要把基督 埋在坟墓里 留在坟墓里 比拉多 比拉多 叫一些守卫兵 守卫基督的坟墓 那坟墓也被封住了 盖了印了 没人可以再出来了 也没有人可以进去了 但是主耶稣让那块大石头 挪开了 就像一块小石头 他是那位全能者 在他的得荣耀的时刻 他有那能力 他能够敞开任何东西 打开任何的门 甚至打开你的心门 而且打开那些 似乎那些软弱的灰心的弟兄姊妹 他们的心似乎还封住 他可以使你打开 他有死亡的钥匙 他也有硬间的钥匙 他有坟墓的钥匙 一切的钥匙都在他的手里 他是王 万王之王 撒旦也在他的手里 他的复活 保证了我们有一天 也必要复活 我们的得胜在基督里是必然的 他保证了他的得胜 不仅仅是借着他的救赎的死 和他的复活而已 而且 这个得胜也会借着他最后的审判保证 到了审判的时候 撒旦和他的后衣会永远的被扔到外头去 撒旦永远不能够再搅扰女人的后衣了 他不能够再搅扰那些在基督里的人了 他们会被收集起来 进入那永远的天上的平安和幸福中 一切的好处都在里面 一切的坏处都在外面 都开出 撒旦不能再试探我们了 我们不可能受试探去受试探 不能 不能了 因为所有的试探都过去了 那个骨蛇会进到那个无底坑里头去 那个伤他 见他的头会 一劳永逸 永远拜拜 那何等蒙福的日子 当这个必朽坏的要穿上不朽坏的 我们要进入主的喜乐里 进到那个地方 Jonathan Edward 就像爱德华兹所说的 天堂是一个充满纯粹爱的地方 如果你今天坐在这儿 你是个神的儿女的话 或者你在世界的网络上 你听到这些信息的话 请记得 你的得胜在基督里是保证的 基督的后裔永远不会灭亡 每一个用心灵诚实悔改的罪人 信靠唯独基督得救的人 都是属于那女人的后裔的当中一个分子 他是我们的元首 你是他的身体 他不会让头跟身体分割的 你的得胜在基督里是必然的 保证的 借着他的赎罪的死 也借着他荣耀的复活 也借他最后的审判保证 好 让我结尾 问大家几个问题 你到底是属于谁的后裔啊 是撒旦的后裔还是基督的后裔呢 没有杂种 没有中间的 中间派 没有 没有第三种 只有两种 如果你是属于撒旦的后裔 你如果不悔改的话 你不信靠唯独基督得拯救的话 你就会永远跟撒旦在一起 永永远远 在那定罪的深渊里 但如果你属于基督 你是属于基督的后裔 你会永远在天上与他同在 在永远的得胜中 你会与他一同做王直到永远 所以你要不就属撒旦 要不就属基督 我相信在你内心身处 你知道你是属谁的 你到底渴望谁啊 谁得到你的心了 你真的渴望更认识基督吗 就算你说我的信心太小了 你是否仍然紧紧罚住基督不防 这样看好了 如果你想象有一块很大的岩石 很强壮的岩石 如果你是一个资助网的岩石 跟那个大岩石连在一起 那么资助网丝连在一起 就像一个很软弱的信心 跟它连在一块 那另外一个人他有个很强壮的绳子 跟这个大岩石绑在一块 他们有充足的信心 而你的信心好软弱 请记得 你们所信靠的是同一块岩石 凡是跟这块岩石挂钩的 有关的 永不会灭亡 当你在基督里的时候 你永远有保障 永远安全 得胜是你的 就算你一路上 在这些小的争战当中 有很多失败软弱 最后那个结局 你会打大胜仗 因为基督已经为你得胜了 哈利路亚 阿们 我们祷告 伟大的神 我们真是感谢你 那女人的后遗 就是主耶稣基督 我们求耶稣基督 如此在我们心中掌权作王 好叫他完全征服我们 好叫我们跟随他 谦谦卑卑热心地跟随他 凭着信心在他面前悔改 一生一世带着盼望和爱心 服侍他 福耶稣基督的名 哦主耶稣我的心 向着宝座 和等喜乐来唱一滴赞美 迎着功夫我敬拜 我耶稣基督 承认你陪 唯有你真是陪 主你真是陪 主你真是陪 赞美因为 唯有你真是陪 迎着功夫我敬拜 我耶稣基督 你的荣耀 因为你真是陪 你则神是陪 你则神人是真神又是真人 你与天使为我们作牺牲 女人后你曾如何尽力消沉 祝你赞美 祝你真是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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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没有你 真是美 拎着我 祖国尽待 我也书说 与你荣耀 因为你 真是美 借三四望 你如何 推进狂犯 荣耀的神 全的神 大的神 十年今次 真能不歌颂弥漫 因错的满 道如今 全光辉 祝你 真是美 祝你 真是美 赞美以为 没有你 真是美 因着我 祖国尽待 我也书说 与你荣耀 因为你 真是美 是父神 我们把荣耀 颂赞归给 那践踏蛇的头的女人的后裔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因为你得胜了 我们在你里面也得胜 因为你复活了 成了我们 复活的保证 我们把颂赞归给你 你们耶稣基督